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半棋是今天11月23号进行的阿涵铜山杯八强战 由黑方陀加西对战白方顾子豪,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都是常规的布局套路,走了一个脱退定势,然后黑棋点33继续走定势,白棋收脚 那这个时候黑棋分头肯定是一个绝好点 白棋从哪边逼住都差不多,如果从这儿走一下,那黑棋也可以选择小飞 实战白棋大飞 其实左下角以后黑棋还是会有一些后续手段 我们稍后从实战就能看出来 这个时候黑棋拆二,原地安定也可以,白棋可能就会在右边定型了 总之这个布局的选择还是非常多 实战黑棋在上方逼住,这一手棋主要是瞄着右边后续的一些手段 本身这个价值也非常大 然后白棋往旁边夹,黑棋拆边 这样的话,黑棋左上角两翼张开 这个时候白棋肯定要想办法破空了 点完之后再一飞,这个是这个局部常用的一个组合拳 接下来就看黑棋如何定型 黑棋要是跟着走的话,那白棋二路小尖是一个妙手 这一手棋一方面要往外联络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局部的眼形还是非常有帮助 黑棋补棋之后,白棋往二路一拖 这个棋也可以原地安定 黑棋要是往上一飞 这个把白棋分段的话 黑棋上方还有些保位 白棋小尖先手,再往二路小尖 这样的话,黑棋就算单并一个 破坏白棋在这一带的眼位 白棋连回还是一个先手 黑棋脚上一补,然后白棋再往外一飞 也可以简单破空 所以说这一带白棋的手段还是非常多 实战黑棋往上一碰 想在这一带借近 从而威胁白棋左边 那白棋在定型之前 先往右边小尖 为上方的这个战斗做准备 黑棋沾上 接下来白棋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时候如果说上班的话 黑棋往下一长 白棋连回 关键是黑棋左边往这一飞肯定是个先手 白棋补棋的话呢 黑棋直接断吃上方这颗子 这一带黑棋的这个木树上的收获非常大 而且白棋左边现在还没有安定 这样下可能白棋 并不是非常满意 那如果说白棋单长一个 黑棋往上一跳 还是一个先手 白棋左边补棋 那黑棋就直接长完之后再一压 这样的话白棋上方的这个空就非常扁了 以后还面临一些搜刮 白棋就算左边补一手 由于这个空里面露着风 所以说这块棋还是没有完全安定 那实战白棋选择往下一搬 黑棋反搬 白棋再连搬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选择断打的话 形成一个作战的局面 黑棋并不是很怕 首先白棋这一带也不能被封锁 但是如果把棋走在外侧的话 黑棋上方随时留有一个二路搬过 这样的话白棋直接被分断 这个作战并不乐观 所以说白棋还是选择 更为稳妥的定型 往下连搬 黑棋断打完之后白棋一站 接下来黑棋既然在左边 已经交换了几手 所以说就算从这儿直接 打吃贴出来的话也可以 这样的话黑棋先手把这一带走后 然后再往左边飞锋的话 如果说白棋这两颗子被全部侵吞 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那黑棋的空还是非常不错 或者说黑棋飞一个也差不多 飞的话白棋补一手 那黑棋在压住 还是可以吃住这两颗子 实战黑棋选择直接冲 虽然说这样可能围的更加牢固一些 但是这个效率跟刚才比稍微有些低 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往这一搬 那这个时候黑棋就没有跟着走的心情了 再虎一个以后这个外侧还有先手 这个黑棋的空相对来说就稍微有些扁 所以说黑棋果断选择反击 但是在这个地方 黑棋也会付出一定代价 就是上方这一带非常薄 白棋小尖 黑棋二路搬 然后白棋再飞出 等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往下一虎 这个时候黑棋就非常难搬了 白棋往外侧要联络 那上方白棋也有眼味 实战黑棋打吃完之后再一提 白棋直接二路打拔 那这块白棋基本上就已经活了 因为首先在左上方有一手二路托 然后白棋以后 往这一喉 黑棋还有断点 所以说白棋已经活起 然后白棋再往中间一跳 那这样的话 上方这一带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总的来说白棋还是比较成功的 实战黑棋往左边拆 然后白棋往下方一震 接下来的主战场主要就看这一带的定型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大飞的形状 黑棋还是会有些后续手段 比方说就是这手碰 白棋要是往上扳的话 那黑棋一长 这个地方可以简单掏空 实战白棋尖顶 黑棋往上一长 然后再一压 白棋沾上 黑棋小尖联络 这个时候就看白棋如何进攻这一块黑棋了 白棋现在左边靠压完之后 再一连 黑棋往前一长 但其实单从这个地方的交换来看 白棋是比较亏的 黑棋这手挺投的价值非常大 而且上方这个潜力其实就增加了一些 白棋再一飞 黑棋往右边突围 白棋在封锁之前先往右边小尖 跟上方这个小尖的思路差不多 黑棋一搬 然后白棋继续封锁 黑棋先手一压 然后再一压 白棋往二路一搬 这一手棋还是相当严厉 如果说黑棋只是看中脚上的这个空的话 跟着白棋走 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因为这个地方被白棋封锁 黑棋还是比较麻烦 所以说黑棋直接往下一搬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白棋来说 完全就可以进行转换了 在二路断打 黑棋吃掉这两颗子的话 白棋小尖补一手 如果说脚上全部变成白棋的实控 那白棋的收获还是非常大 实战白棋还是选择跟着走 搬住 黑棋连搬 当然这个时候 白棋还是可以跟刚才差不多 打吃完之后贴住 虽然说脚上的这个目鼠围的稍微少了一些 但是这一代的味道要比刚才好 白棋在二路打吃补一手就可以了 总之在这一代的作战 白棋还是有选择的余地 转换的话白棋完全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是断打完之后再一打 黑棋在脚上补齐 然后白棋再一猴 还是不想让黑棋简单做活 黑棋往外一跳 下一手棋可能白棋走的稍微有些问题 就是往脚上一跳 这手棋显然走的 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 AI还是觉得白棋往上一飞比较重要 首先这一飞 然后再一跳的话 黑棋大龙还要继续出头 同时白棋中间这几颗子也得到了安定 往上跳一个基本上就快连回了 左边也可以联络 这个眼形也比刚才好很多 哪怕这个时候白棋再往脚上一跳都来得及 黑棋右边想要成空也并不是非常容易 因为中间大龙这个借用非常多 然后上方这个缺口也没有补牢 所以说白棋这样一下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实战白棋直接往脚上一跳 那黑棋肯定不可能在这继续补齐了 这个地方再补的话就太小了 以后白棋就算吃住这三颗子的话 黑棋往右边拆边 这块棋还是可以安定 实战黑棋继续往左边飞 这个地方其实攻防就要发生转换 因为白棋我们会发现 自身的这个联络也存在问题 而且由于中间没有交换刚才这几手 白棋现在跟上方的联络也比较遥远 实战白棋靠住 黑棋在一班白棋站上 这个地方黑棋虽然说之后几手棋的交换看上去有些俗 但是可以简单连回 其实这样一下黑棋就还可以 然后白棋再一挖 这手棋是瞄着黑棋这儿联络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白棋自身也并不是非常安定 好那接下来主要就看这一代的定型了 其友们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各位其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11月23号 进行的阿含同山杯八强战 由黑方陀加西对战白方孤子豪 现在白棋往下方一挖 想要切断黑棋的联络 但是黑棋只需要从下方打持 然后再往上一跳就可以了 先把这块棋出头 这样的话白棋自身还没有安定 如果说白棋往右边一飞 切断黑棋的联络 黑棋往中间一飞 白棋这块棋还要继续逃跑 黑棋可以顺势把左边的这个问题补起来 而且白棋的这个棋型还是有问题 等白棋补棋之后 黑棋再往上一飞 这样的话继续切断白棋跟上方的联络 这个棋还是白棋比较难下 实战黑棋冲完之后打持 然后沾上 但是这一代还是有隐患 就是以后一旦白棋中间这一块出头之后 随时可以往下方一起 这样的话黑棋就沾不上 所以说黑棋在这一代的定型还是稍微有些问题 实战白棋往中间一飞 那黑棋可能还是往右边飞一个比较好 这样的话白棋点过来 黑棋顺势把右边连回 这样的话就算白棋以后往下方一起 黑棋往左边一双 还是可以全部连上 这样的话黑棋也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黑棋还是决定为左边的空 往这一飞 但是被白棋先往右边一飞的话 黑棋就比较麻烦了 首先右边的这个潜力被白棋破坏 然后下方这块棋还要继续跳出 白棋直接往中间连回 这样的话白棋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说黑棋继续在左边违空的话 那白棋直接在下方几端 黑棋右下角这一块会非常危险 实战黑棋先在右边一路打持 这样的话右边这块棋已经活棋 但是被白棋往左边先手一点 再往右边小肩 黑棋显然不太好 下方这一块还要继续跳出 白棋再往二路一跳 这样的话黑棋还要后手捕活 但是这个地方黑棋只能忍耐 就是往二路顶 这样的话白棋往左边破空 黑棋再把大龙全部连回 这盘棋还是可以拼一拼关子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挖瞻 那白棋一虎 这一代白棋全部走后 如果说黑棋现在在补墙中间 这块棋的话 就有些矛盾了 因为白棋往右边二路虎还是先手 以后一路拖破眼 所以说黑棋还要再补一手 这样的话右边这一代的交换 白棋肯定是便宜了 再往中间补棋 黑棋显然不太好 所以说实战黑棋还是贯彻刚才的思路 选择往这点刺 那白棋直接就弃掉右边这两颗子 这样的话呢 白棋右边等于说先手 多了一堵围墙 黑棋往右边的联络肯定是被切断了 然后白棋就直接 在下方挤断 这个地方黑棋大龙已经非常危险 实战黑棋靠住 然后再往左边一跳 白棋尖刺 直接破坏黑棋这一代的眼形以及联络 那黑棋肯定不能在右边沾上了 右边沾上 整块大龙全部要被封锁 显然不行 所以说黑棋只能往上一挤 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只要简单往右边一冲 那右下方这一半 被白棋全部吃掉的话 那这个转换黑棋已经非常亏了 实战白棋先选择沾上 黑棋挤白棋再一沾 等黑棋往左边一跳的时候 白棋再一冲 这个地方不能在中间冲断 不然的话白棋自身还有断链要补 所以说白棋直接往右边一冲 然后黑棋小尖连回 那这一代的作战 黑棋可以说非常亏 现在还是白棋的先手 白棋在右边打吃完之后 先手一打 然后围住上方的这个空 白棋走的也是非常撑 其实在优势的情况下 白棋可以往上来一路 这一手棋虽然说看上去好像围的空稍微小了一些 但是这个空里面味道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白棋选择靠住 以后黑棋很明显 只要往右边一断 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些搜刮 黑棋切断的时候白棋打吃 黑棋可以从二路断打完之后再一打 围住右边的空 所以说白棋刚才不如选择往上小飞 实战白棋靠住 然后黑棋先往上一站 白棋继续补活 黑棋先手团住 然后在中间直接斑断 这个地方也是黑棋的胜负手 但是AI认为显然出不了棋 白棋只需要在右边非常冷静的一站就可以了 看上去好像黑棋在这可以拔一朵花 但是自身的这个联络还是有问题 白棋冲完之后直接冲断 黑棋要是顶住的话 白棋在下方切断 黑棋再一冲白棋一断 黑棋在中间冲断之后 白棋打吃先手再一打 直接一气门 这个地方也出不了棋 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选择单长 然后黑棋先手一猴 在右边断打 那这个时候白棋也可以 直接往旁边顶一个 黑棋要是提掉的话 上方这两颗子就直接可以弃掉 黑棋要是断打 白棋提 这样的话 就算弃掉两颗子 白棋还是一个优势的局面 如果说 黑棋提完之后在上方断打 也差不多 白棋直接反打完之后再一打 这一代最多也就亏了一些目数 还是白棋有史 始战白棋选择沾上 黑棋在上方切断 但是还是出不了棋 白棋打吃 黑棋先手一顶再一扇 白棋打吃完之后直接提掉 黑棋自身还要继续联络 然后白棋在右边不断 这样的话 虽然说黑棋在这儿稍微便宜了一些 但是全盘的空 黑棋还是不太够 接下来就是一些简单的收关 黑棋往左边小尖 白棋挡住 黑棋上方一路小尖 接下来上方有个扑结 所以说白棋沾上 黑棋再一挖 因为白棋 这一带气比较紧 而且断点比较多 所以说不能从外面打吃 不然的话 黑棋成这一带要出棋了 白棋往旁边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再一粘 黑棋切断 白棋再一长 那这个地方肯定还是没有棋 接下来黑棋在左边二路点 白棋沾上 黑棋再一长 但是白棋简单往二路小尖就可以了 黑棋一路搬针 这个地方希望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便宜一些目鼠 而且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在中间补棋 这样的话 黑棋会稍微便宜一些 那很显然 这个黑棋中间还是牵了一手棋 所以说白棋不着急在左边补 直接选择搬完之后 再一栓 黑棋断翅旁边这颗子 但是黑棋左边的潜力又被白棋破坏了 所以说黑棋 其实并不便宜 实战 黑棋往下方二路立 然后白棋继续在脚上补活 往二路一爬 然后黑棋靠住 白棋一长 黑棋一路搬先手 白棋一路立 做活 接下来就没有变数了 黑棋二路夹 然后白棋往上方一立 黑棋在左边贴住的时候 白棋在上方小飞先手 然后再往左边一程 走到这儿 黑棋就认输了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在下方的战斗 白棋如果说选择 直接转换的话 可能这个局势会更加简明一些 实战白棋 选择连回下方这两颗子 不让黑棋简单做活 但是这个局势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白棋中间这一块也没有安定 最后的这个转折点就是在于右边这一带的定型 如果说黑棋选择在右边简单补活 然后把大龙简单安定的话 那这盘棋还是可以拼一拼关子 实战黑棋选择在右边捞空 然后被白棋直接往右边小肩 这样的话 黑棋大龙不仅是这个眼位受到影响 而且这个联络也出现问题 只能弃掉下方这一块 这样的话黑棋的目数就不太够了 虽然说后来黑棋在中间下出了胜负手 但是在这一代白棋虽然说亏了一些目数 全盘的空还是白棋领先 之后的一些小关子 黑棋也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好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